超商一九八八年推出的廣告 女性手上拿著的奇特外型冰淇淋 最近竟然又在超商裡頭 又看到 一九八零年代 連鎖超商推出了 這一款雙餅杯造型的雙淇淋 今年又在復刻上市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口味 是草莓口味 當季香甜草莓 順滑不膩口 這回連鎖超商出招 復刻一九八零年代 經典甜筒造型 雙響炮 大走懷舊風 有別於過去曾推出 巧克力跟哈密瓜口味 主打當季草莓 儘管天氣轉涼 業者也預估業績較夏天旺季 成長超過四成 他的份量比一般的那個份量 還要多很多 有點像那種韓國 就是他們會一支冰 然後兩個人吃的感覺 除了小七雙麒麟大走懷舊風 全家則是靠口味來吸睛 跟連鎖火鍋店聯名 推出青花椒口味 在巧克力牛奶口味 雙麒麟上直接淋上焦麻油 讓人越吃越上癮 不會很突兀 就吃起來就是牛奶跟巧克力 有融合在那個油裡面的味道 冬天就是想要有這種衝擊感 我們也會因應季節 來去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在冬天 就會走比較濃郁的風味 那我們也預估 可以在這一次聯名上面 就是帶動相關的品類的業績 一到兩成 冬天雙麒麟口味主打濃郁風 另外連鎖賣場 近期也推出厚巧克力口味冰淇淋 先前還曾推出過 哇塞比口味 賣場超商紛紛出招 不放過冬天吃冰箱機 三線新聞高官宣囂 臺北裁縫報導